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财神 黄帝 腰带 两场奇异藏剧 一摊上 摆得好几个 体态优美 气质飘逸 马上播出德化谣 敬请关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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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大家收看 《中文理财》收藏秀 先来介绍三位嘉宾 他们分别是 陈钱 秦智 注意 那么三位鉴赏家呢 分别是首都博物馆的研究员 王春成先生 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研究员 方李丽女士 郭予唐主人 鉴赏家 收藏家 便宜为先生 我们每期栏目的都有个主题 那么这期主题是什么呢 德化谣词琴 绝大部分是白词 西方人呢 管它叫中国白 而且呢 塑像颇多 百文不如一件 请看亮宝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三位 敬请看 这是德化谣的一个观音像造像 来 请 年代呢 是明代 那么三位嘉宾在观赏中期的时候呢 我们请哪位专家给我们介绍一些眼前的这件中期 德化谣呢 在福建德化 他的烧造瓷器历史呢 有一千多年 最为人推崇的就是德化的塑像 那么著名的何朝宗先生 那么他做的塑像呢 其艺术风格仍然被现代人所追求 用现代话说叫活灵活现 像这件观音 他做在一个波涛上边 他的波涛纹是有点惊涛的感觉 他的衣纹飘洒自如 右面微微发黄 那么他的发丝一丝不苟 那么应该说是一件非常难得的艺术品 谢谢大家 谢谢王先生 谢谢 注意到这个手指 很难得耶 这么多年了 一般的我们都熔断了 好了 三位 那么这样一尊观音菩萨像 请回家去 大约您得掏多少银子呢 给大家几个参考的价格吧 2010年德国纳高秋拍 合潮中款 德化白瓷观音渡海象 420万 那么这一支大概多少钱 你先开个价 注意非常明白 马上就跟大家商量商量 一块量 我单位没写 那我明白了 40到50 对 对 那就是45万大概 380万 301万 很费息 那么建想家给出的是多少呢 但我没说什么圆呢 那你说什么圆 你没问呢 人民币呀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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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你写上 你写上 这得查一下今天的汇率 6.46后面说 46 对 进货吧 建想家给的最后的参考价是 200万元人民币 你看看 你呀 你太故意啊 你301万呢 你靠着贵心呢 没有没有 这个 不是他给他一个什么东西啊 不是 你你 王刚老师 你拿就算你乘一下 四十 也不可能啊 四十 四十五 四 不是 四十 我说取其中 你当时没有 不是 但我没有取其中啊 我是四十至五十 那四十是包括在内容 上面的规矩就是 四十五 取其中 那我就四十呗 对 你四十五嘛 那我不 我就把五十换 我就四十嘛 你说你年轻看好 我说你四十五岁了 你非得说你四十 有意义吗 这是我们是对的 你看看 王老师 这是 我来这五回了 同一回 猜价格 猜的靠谱 猜的靠谱 你看 照顾你 这才对 那你这样的话 我就替旗志明不平了 怎么呢 对不对啊 你我们比他少点 他就比他多一点吗 他最高的时候已经超过 再拿过一个来 旗志你把先收起来了 你那差太压了 好了 谢谢 三位又重新 在一条七宝线上起 看来我的感觉还行 如果你们都猜对的话 讲给你 就送给我了 是吧 这是去年秋拍 北京保力 国际拍摄 有些公司拍出的 这乾隆的 仿三西堂法帖 乾隆玉比 当时拍 如果没记错的话 好像一千六百多万元 当然这不是原价 是复制品 拿回家去 用掌声来激励三位嘉宾 最后拿到大奖 同时欢迎 第一个藏宝人出场 众人聊聊 观光相 亲爱的地方 特别推出五圣人 推出观影 最后弄的 五圣人的庙 比孔庙 数量还要多 谁能会演识真相 这三位专家都没说话 我要如下的几点 一点 要说真 它确实是真的 大家好 谢谢大家 我叫杨世安 北京人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呢 这一尊德化瑶 观光圣像 我的报价是 八万元 谢谢大家 好 谢谢您 来 三位到前面看 谢谢大家 最好是给人摸 好 我给大家看一看 观古 观圣人 也叫武才人 咱别上手 这得有45到47 这个要谈起这个 观光了 那真的有得说 我们都知道这个 我们有文庙 就是孔老父子 也有这种武圣人庙 就是观光的 奇怪了 青代的地方 特别推崇武圣人 推崇关羽 最后弄的 武圣人的庙 比文庙 就比孔庙 数量还要多 就是他更普及 万万些更信奉 而且还给他了封号 封号居然长达24个字 超出有些帝王的封号 这封号我实在背不下来 但是我记录在案 不妨给大家念叨念叨 清代皇帝 清代皇帝 标榜关羽为万世人吉 人之吉品啊 封他为 听好 中义 神武 人勇 危险 护国 保民 京城 随静 意在 宣得 观胜 大帝 为什么呢 这不是我们小小 这个收藏秀栏目 所能 把这个内涵全带给人 他没那么多时间和精力 大家就知道 反正是 当年是那么的推崇观地 好了 回头再说 他 这尊 德华瑶白词地 观地下 主义 你先说 我觉得这个 造型还是非常精美的 但是我有如下的 几点 疑点 第一道 这个青龙艳月刀 据史书记载 应该怎么着比人高吧 这刀好像小点 还有第二个一点 这个 关羽是美人工 这胡子应该是老长老长的 最后还弄一纱囊给他装着 这胡子好像也短点 就刚到胸口这就没了 这好像不太对 您那个 五柳常然 正好 五柳 是 柳树是对的 还有一个 第六柳 不是 他在上边 他在上边 咫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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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为虚 这儿为咫 你演古装戏的时候 像我们的发生师 给我来一咫 别人不知道 但是画古装戏的人知道 在这 还有一点 我发现了一个 这可能 这是我独家发现的一个问题 刚才那个重器上来的时候 我趁大伙不注意 我用手背试了一些温度 那是温的 结果刚才再上来之后 我就碰了一下 一碰冰凉 拔凉拔凉 如果它是类似的东西的话 按说在同一个场合里边 都放了这么长的时间 它的材质如果是相同或者接近的话 温度不会差别这么大 所以我就搅着 您说的这个 就是说它薄厚不一样 所以它显出了 这温度也不是特别一样 还有这刀的问题 作为这个瓷器 它最弱的就是细长的 是最弱 它做一细长杆 那什么时候 稍微一不注意就碰坏了 所以这个从工艺上来讲 我觉得 就是体现它的精神就行了 光宫的武圣的精神 您看体现多好 右手持刀 左手剑指 双目微睁 是吧 这个别让光宫睁眼 光宫睁眼 就有人就要倒霉了 对 您说的都对 所以我认为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现代工艺品 谢谢 谢谢 其实 问你一个问题 这个 这一尊光宫 你是从什么时候得到的 这是我一个朋友 他们家一直供入这个 这次我特意建议他 咱们拿到现场来 让大家一块共同欣赏 这朋友他是从哪儿得来的 这 他们家就一直就摆着这个 在什么地方摆的 就在这个家里的一个案子上 什么案子上摆的 条案 他们家住的什么地方有条案 他们家 现在又住了三级市 好 专门有一间客厅的条案 我说一下 这德化祠 是真是咱们中国民谣的 在历史上 被国外称为中国白 我们家 我自己买了不少德化祠的 为了纪念德化祠 德化祠 我今天就穿了德化祠的衣服来了 你看 您这是黑花祠 您这前面还有黑花呢 虽然白 但是他不赐光 他前面是缓 所以这个德化祠 也是恩受全世界的 鉴赏家们的关注 有很多人说德化祠不值钱 那就是民谣的东西 而且德化祠 这个白不赐猎的 看不出什么东西了 但是德化祠 从有德化祠那一天开始 它的价格就不费 一直到现在 成为收藏家的热点 你的这个德化祠 你说的值八万块钱 也就这个数差不多 就是十来万 要说真 它确实是真的 德化祠 他们俩结论不一样 同学看你的了 他一个认为是新的 我实在是门外汉 我就觉得这两位嘉宾 挺有意思的 这三位专家都没说话了 他们弄得很认真 是吧 应该说我们都不是很懂 但是我有一个观念 就是他这个塑像本身是真的 这个观老爷是真的 他值多少钱呢 是另当别论 是吧 他有一个心理和价值的问题 这个你得说一下 他是哪个年代的 是这个是不是那个 名 年代 他这个年代啊 还是民国 还是现在 他想把它弄得挺古代的 所以他的那个后头 哪个地方能看出 就是他的那个 拖他那个盆 他那后头 他弄点泥巴 他弄点那个绣的颜色在上头 然后他那个 他那个里头 那个糖里头啊 他又显得很新 你们仨最后先别忙下结论 在此之前 我们请教一些专家 就是说 德化瑶 我们如何来辨别真伪 还有 间别年代 明代的德化瑶呢 就是我们直观的感受 他的右色给人一种 比较红润的感觉 而清代德化瑶的东西呢 从右色上直观给人一种感觉 是一种泛清白的感觉 这是一点 第二点呢 我觉得就这件藏品来讨论 大家要特别记住 刚才王老师的 对于关公的描述的时候 一个重要的话 因为关帝是在清代 得到了帝王的肯定 甚至是极力的这种褒奖之后 那么上游所号 下壁圣烟 我们所看到的传世 如果是老的 关帝的塑像 一般而言 应该是清代的巨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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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请三位给他一个切实的结论 注意 假的 假的 其实啊 假的 这有新的 是不是 不是 不是 这个真的 这个香是真的呀 当然了 我没说它是塑料啊 什么 就是因为我说了假的 所以他们就跟着我来讲 因为他说了有明显 做旧痕迹 是不是 就是假的 好了 那么大家呢 更正一下 这个我又认为它是真的 好 不能改了啊 就是没有准口 没有啊 不能再改了 好 好 我听后面的专家 后面还有专家 他们都认为这是假的 我就认为这肯定是真的 你们有没有谁认为这是假的呢 好 这个女孩子 我知道了 这边有没有认为真的 有没有 取代表 好 这边我知道了 注意到时候你挑啊 你来挑 然后大家来一起 拿起你们的表决器 来发表你们的意见 请开始 要麻烦 没事 没事 风雨之后 还是他的实施 对 因为最后结论在那 好了 那么专家适合看法呢 一请胡宝锤 谢谢 谢谢 好 咱们来点痛快的 生死文书签过了 签过了 现在退出和来得及 因为我们很少有三个方阵的观众 绝大部分的一点都认为这个东西是新的 而且现在除了旗帜 搬当又违背了自己最初坚持的观点 周一 成前 二位 都认为你这是新的 刚才我也说我尊重那个变先生的意见 变先生刚才说了这么一个理由 我的心里就有点起了变化了 因为我说的是明朝的 变先生说是清朝以后 对关公啊特别的推崇 对 所以我这也有点忐忑 大伙说 但是不过你是认为他是清朝的 咱们不砸 但是也不讲 那就不能讲给你有北京保利 国际派美金公司提供的 纯金金牌一枚了 实际上这奖励对我来讲 我还真没想 我就是让我的朋友拿来 让大家见赏见赏 既然这样 我呀 我刚才我退了 十十五种为俊杰 好吧 另外我还看 你要把这 你说真是现访了 他又是观光像 真给砸了观光像 也不吉利 也不好 你怎么这么能体贴人呢 我还正在坍子 我在想 我这从哪下手啊 关老爷这个 不是 这个观光像现在 不管咱们也不是迷信 但是作为他来讲 确确实实 大家推崇了一种 用心也好 是吧 给他神话也好 我觉得对观光网上 非常尊重的 对对对对 也非常尊重他 好了 那好了 我这一看石头 也从心里落了地儿 但是我也可以从中听一听 对啊 是吧 你作为一个古代艺术品 它就有个年份的问题 同时也有这个价值的问题 新的老的差的太多 在所有艺术门类当中 尤其是瓷器 因为瓷器的原料本身 并不贵重啊 好了 请专家的意见 何朝宗款 德怀尧观点造像 造型完整 装饰细节精致到位 但是 人物捏束过于粗帅 虚然 衣纹等欠自然生动感 特别是盔甲的细节 装饰为异造作法 对 右色与明代时期的德怀尧 明显不符 经鉴定为现代仿品 也谢谢您啊 保住了关闭箱 什么眼神啊 你看 三百八十万 注意你点的 点将 来来来大娘 坐旁边 好 白山白梦木剑 一位奇特藏宝人 我今天来到张鹏校 看到的广迷大的群众 跟芒高老师 是我心里比较高兴 两场奇迹藏品秀 您这身上这带着穿的可实在是不少 您给我介绍一下您这腰带腰带 大部分叫板的 这腿上去 我这还吸着气呢 好了 有请第二位藏宝人 大家好 朋友很 我家住北京市西城区 名字叫高野心 我今天来到张鹏校看到的大广大的群众 跟王高老师 是我心情比较高兴 今天我给大家带了一个真奇的东西 就是 充民国的 德化瑶 地主财神 我请各位专家 各位老师 给我长长眼 是真是假 地主财神 还有这财神 好好好 这这这打扮 胡子这都是确真无疑 假的 能救下来 能救下来吗 一救一根 能救就是 一根一救 真是真的 三位看看东西 同时鉴散一下 他的胡子是真的是假的 来三位也请 我今天给王高老师 带了一个真奇的东西 王高老师 我给您带了一个条腰带 就您现在这个 那一会儿咱们给观众展示一下 什么意思是 标价标价 您这身上这带着穿的可实在是不少 喜好 这你看有戒指 有搬着 这个 您给我介绍一下 您这腰带 这腰带 这腰带起码有一点 大人叫板的 反正您是记不了 我们在文团练功嘛 您是记不了 因为您胖啊 有肚子啊 您这个 我看连二尺都没有这个 那过去练武的 有几个腰憨的 像您这大肚子 都是细腰炸背 对 你别像我这是大肚子 你可不能这么说 我这还是 练一下 一看就是吃的 又可以 进腿上行 我估计 我这还吸着气呢 您说这得差多少 您别变戏法呢 是怎么的 您再给我们记上试试 我至于差这么多的腰 好腰 还有这么喝彩 齐振说得好 好腰 真真服了 这个跟你差不多的 我就认识一个 也是咱们主持 李勇 那腰差不多 我记得好像是 跟我说一吃酒 咱还说他吧 好 首先我想请教一下专家 他愣说这是什么 地主才人像 按照造型的 不管真假 老旧 这也就是什么呢 应该就是民间俗说的 那土地神 哦 好了 那么这回 还你先说 其实刚才那个 那一尊呢 我为什么突然改变主意了呢 说它是真的 我想你拿这个 拿这个锤 把这关锅给砸了 以前的都可以砸了 齐振老师 你别往回遮 遮不回来了 那坐了 土地爷 遮不回来 我估计你也不会砸 他最多也就是退出 你要把土地爷给砸了 他就翻戒了 那没有什么呀 不 他要是假的 他就能砸 你仔细看这个土地爷 像谁长着 我待会再宣布答案 你们俩有点挂像 像注意 齐振老师 您把眼镜摘了 您先别着急说 最后你穿这 真像 您说我跟他 酒窝都像 今儿土地奶奶没来啊 来了 坐旁边的 他倒了 毫不犹豫 来了 您叫他高兴 我们用掌声 祝福旗帜一家人 来了 一家三口 都容易吗 咱们这一家人 那基本是有点灌水了 但是呢 咱们还得拿出个主意来 没错 您二位说 这是真的是假的 上来上来 我认为是假的 小姑娘 假的 你认为是假的 对假的 我认为是真的 他又来劲了 他非要跟别人较劲 我一点都不较劲呢 你就认为我不可能宅 对 我就是说 你怎么下的了 好 那咱们就拭目以待 好 改不改 最后 不改了 不改了 这回朱毅再说 明代 是吧 明代德化瑶 土地爷的像 明代是什么时代 是我们老朱家 那个朝代 是吧 我一听到明代的东西 我心里都会 生腾起一种 浓烈的自豪感 但是我看到 他第一眼的时候 我认为这个题材 有点问题 那么多的神仙啊 值得去塑造 值得去塑造 整一土地爷 土地爷 还有一个问题 如果他是用来 供奉的神像的话 那么他 我认为应该用 比较扛造的材料来做 比方说来一桃的 桃土烧了 供在土地庙里边 风吹雨打的 耗子爬来爬去 没事 用这么好的瓷器 去做一个土地爷 土地爷 王老师我想问一下 土地爷有 土地爷现在太管用了 这个掌扎 掌的那个 当年也是这个土地啊 也是有点紧张 你知道吗 四万多块钱一平米 你知道吗 你怎么忘了这茬了呢 反正我就跟您不能一样 我跟您一样 我也得坐那儿去 我就这么想的 您说这位女士 我认为是假的 假的 成全 这一尊所谓的这个土地爷啊 都不用摸他 他就是一个现代的东西 他也不是土地爷 我跟你们说 你仔细看看 他只是用这个土地爷的这么大致的一个造型 就是有的人相信这个迷信这个 他就土地爷什么 他总是掌握这种心理 他在做那个有点相似的东西 但是他这个连土地爷都称不上 而且你们看他这张脸 他绝对不是土地爷的脸 谁的脸 关键是 这就是老年版 那个著名的歌手 孙昊的脸 对不对 鼓掌鼓掌 谁拿这个节目做文章了 逮着一个孙昊的脸 就做了这么一个外形的土地爷 所以他杂掉没关系 这事没关系 其实各位可以从灯光的色彩上 一看那两色彩 那个是发青发暗第一个 你看这个发亮发白 那你还是说它是真的了 真的真的 那你再坐坐一会儿呗 我搭个铺我待会儿 好了大家来表态 请开始 起码那边 人绝大部分跟周一是唱改变 好了 我们最后请出见上家的意见 改变主意还来得及啊 来得及来得及 对 好 谢谢 二行护宝锤 生死文书签过了 签过了 现在退出还来得及 不退 怎么这么坦然 王老师如果您要砸 您可以问问广大的观众 能不能砸 不是 问题是这样 从艺术品的角度 您看着现在灯光璀璨 专家正经为作 我这拿个锤子 还有来这么多名人嘉宾 这么多捧场的观众 好像这个是一个了不得的东西 当你发现地摊上 摆了好几十个 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 所以不要盲目 盲从 甚或 迷信 对吧 就这点勇气 我还是有的 所以奉劝你 也省得让我为难 尤其这俩对比来看 如果说 那个我还稍微 有些不忍下手 这个 我不说了 怎么样 不退 不退 毫无远远 毫无远远 请站远一点 最后再确认一下你的意见 这尺寸把握得多好啊 启致 真的 这尺寸把握得 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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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你们一家人全认为是真的 我们俩一个人 他们俩都认为是假的 好好好 哎呀 老爷子 成全说你长得像孙浩 老爷子 真不怪他 是不是 你看这 这一折 这 这是真不怪他 他也没想到后人能把它整成 这个样 这个样 整成 这个样 对不起兄弟 你看 还能戳得住 好了 我们听听建设的家 这个这有点开门家 哎 我别这么武断了 德华瑶 地神造像 人们没说土别 人物刻画呆板 一文装饰线条刻板 尤其那个 尤其那个一文的装饰线条 简直要不得 开脸成现代特征 经鉴定为很一般的现代方品 谢谢您 抱歉 好了 恭喜你们二位可以回去了 齐志先生再待一会儿 给齐志老师把板子拿掉了 那边有没有唱反调的 请自觉的到前面去 还差一位 哎 好 齐志老师表妹 好了 有请第三位藏宝人 临时家庭欢声笑语 你们家人太说话了 我们这一家人呢 觉得你是什么看法 自诩行家反被质疑 今天他是蒙上的 他就是从外面形状 一看就不是行家 真正的行家 真正的行家就坐那儿 亲家的朋友们大家好 你好 好 欢迎你 您请开始介绍 大家好 我是来自龙城太原的 活泼开朗的山西女孩 我叫张简薰 我是有幸生长在 秦明节的发源地 三星故里 借修士 这边出现过很多伟人 名人 还有一些当时的 那个名门望族 所以呢 就会给我们留下 留下了许多有价值的古文物 然后自然我们也就喜欢 收藏和鉴赏这些东西 然后今天呢 我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宝物呢 是清朝乾隆年间的 德化瑶观音素词 报价大概多少钱 十万 十万 好了 三位请 仔细看啊 可以摸一下 我跟你说这个灯照起来有点走色啊 可不是实际最好是在多云的天气 不是阳光直接照射白天看 这回成千先说 你先说 从那个逻辑关系上来 一般人会被带到沟里去 这三个吧 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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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许那个就是真的 这是一种思考方式 但这种逻辑关系是不对的 我们还是要看东西 对吧 因为我对那个德化瑶词 他现在还有吗 我想问一下专家 现在依然生产这种词 那我认为 他可能是德化瑶词这个品种 但是他一定不是清代的 因为这个关音的这个素词呢 在德化瑶中是最为经典的一种代表 对 所以就说他这个关音呢 会多一些做得好 对对对 我说他的年代 你说他是清代的是吧 因为他后边也有 不知道您刚才上来看的时候 我看到了 那个款呢 那个我不知道上来又的这种词 那个款会不会磨损 你说他是清代的是吧 对 那你能告诉我 是几月几号的吗 这太假如说了 你开个玩笑 开个玩笑 反正我是这样的感觉 我感觉是个新东西 对对对 另外刚才姑娘提到 后边有款 搏几鱼人 这做何解呢 大致上它流行于 这个清中期以后 至于搏几鱼人 他制作的东西 究竟谁是搏几鱼人 和他所做的东西 应该怎么样 这个并无定论 但这种呢 他就是一种制作者的 弦章性质 这么一种款式 好 我们知道了 你下回再看这四个字 你一张嘴 哦 搏几鱼人 都是对你刮目相看 一点点知识 就是这样积累起来的 但并不意味着 有这四个字的款 就是那个时候的东西 好了 成前这个我知道了 这位女士 假的 注意 我认为 他体态优美 造型细腻 纹路自然 气质飘逸 但 右色发贼 经我个人决定 喂 他是现代 还是现代房间 你说的那个胎 是指的哪部分 我也不知道 他每回都这么念 其实你们家人 该说话了 他们都按专家 那么来 我们一家人 刚才 谁还用来 我跟我媳妇 商量了以后 我媳妇说 还有那两个小舅子 也商量了 我们这一家人 觉得 你是什么看法 我不告诉你 就是很正常 他说 我就听您的 你说真的就是真的 我说假的 你看一说听您的吧 你一看你就是他的长辈 对 这个我觉得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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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塑像 不像他刚才鉴定的 齐志老师 我觉得你就别说 你坐着看就得了 这个 关于这个什么 你往这边点 这个 这个肯定是真的 为什么是真的呢 我们家里都有这个 德化妖 这个瓷器 这个手指 你注意他那个手指 什么朝代的 这就是 他说是清代吧 对 他说乾隆 清代的乾隆 乾隆的 对对对 那更应该肯定了 乾隆年间的这个 瓷器烧的 就是这么亮 因为电烧出来的 跟那个乾隆年间的 那个 粉彩什么的 都特别亮 这是一个 清代瓷器的一个特点 有人不会鉴别 像他们这样的 这个 今天他是蒙上的 他就是从外面形状 一看就不是行家 真正的行家 还在问我 真正的行家 那就坐那儿 对 看那个瓷器 也比较精细 观音菩萨呢 看得特别的面善 然后我们认为它 是真的 太好了 听似的 有点不唱不随的意思 好了 听听观众的意见 好了 那我们最后 请出见上家的意见 三请护宝锤 张老师 王冠老师 我还能看一眼吗 就是 他到底是观音像 还是侍女像 我来看一下 绝对是观音 不会是侍女 来 生死文书签过了 签过了 现在退出还来得及 不退 如果是心仿的 我们会做恰当的处理 因为观音菩萨嘛 我们要考虑到 我们心中 他的这个形象 请起立 你人都跟人家 去干嘛 其实你的结论 真的不变 观音是真的 年代是假的 好 假的 这是一件 精美的现代工艺品 谢谢 对不起 对不起 菩萨 您先躺着休息一会 这儿是吧 不许改了啊 不改了吧 德华瑶 观音造像 造型生动 开脸神态自然 极具时代感 细节捏束眼顶 特别是手部 你们都注意到了 衣饰等刻画细腻 右面润泽 经鉴定为 清晚期 德华瑶 市场估价约 15万元人民币 这一款的是 你强调他是乾隆 因此呢不乏 也就没法讲给你 双双把奖还 我们现在主动地 要求回去了 好了好了 欢送 欢送 好了 那个 今天大家在 非常欢快的 这样气氛中 我们了解了 德华瑶的 一些有关知识 哎呀我真没想到 起码有两尊 都是新活 这在我们中国 老百姓当中 应该是很神圣的东西 居然也有造假 所以我们永远得记住 去为存真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